它能同时支持4个4K显示输出 还有3个M.2 PCIe 4.0X4的接口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将为大家介绍 装置了英特尔13代i9-13900HK的高性能小主机 GMK-GiMOK K10 13代英特尔移动CPU是整整两年前发布的 但它仍然是英特尔在迷离主机中的主流产品 而去年发布的第一代Ultra CPU 迷离主机装机的数量可能还没有到两位数 如果要购买英特尔CPU的迷离主机 大家认为是买13代酷睿 还是去年的第一代Ultra 或者是现在正在新鲜上市的第二代Ultra呢 GiMOK K10 它装置了英特尔i9-13900HK 14核20线程标压移动CPU 96EU的英特尔Iris X1核显 双通道DDR5内存5200MHz 3M.2 PCIe 4.0X4的接口 视频显示输出 2.5G网卡加WiFi6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 HDMI线缆 一对外置的WiFi天线 说明书 这块电源19V 6.32A 一共120W公率 小主机是黑色金属机身 右下角是GMK公式标志 机身接口 前面板 耳麦接口 双USB 3.2A口 Type-C数据和显示接口 实际BPS 双USB 2.0接口 电源开关键 后面板 WiFi外置天线接口 两个 双USB 3.2A口 双USB 2.0接口 HDMI 2.0接口 DP 1.4接口 又一个HDMI 2.0接口 2.5G网络接口 49V电源接口 COM口 前部 顶部 后部 都有通风口 徒手卸下固定螺丝 推开盖板 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接口 双通道 DDR5 5200MHz内存 三个M.2 PCIe 4.0X4的 MVMe接口 我们装好盖板 翻过来再看看 扭松后部固定螺丝 往后 推出上盖板 轻松取下 右边一半是包含热管和风扇的 CPU散热系统 左边是INTER-X201 WiFi 6 无线网卡 这是COM口和网口的附加版 很好奇 有没有可能换成两个网口的版卡 满足部分朋友的需要 最左边好像还有PCIe插槽的焊点 能够装一个吗 BIOS里首页可以看到 已装置32G DDR5 5200MHz或者内存 也有性能释放选项 可以选择静音45W 平衡54W 性能65W三种方式 我们这次测试 选择了65W的性能释放 此时PL1设置65W PL2设置是70W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功耗一开始70W 75秒后下滑稳定在65W 整机功耗从96W下滑稳定在91W CPU频率降低到平均3.5GHz 单核锐频最高5.4GHz 我们一直单烤了1小时10分钟 K10的13900HK功耗一直保持65W CPU温度最高90度 SSD温度最高40度 不高 我们用GMKK10迷利主机的 i9-13900HK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能效如何 最后结果是10分55秒 共计655秒 接近我们测试过的MS-01的13900H CPU-Z多线程7545.5 单线程869.7 这是目前我们测试过的 最高的X86迷利主机CPU的 单核性能 原因是我们在系统电源模式里 设置了最佳性能 据说只对13代i9CPU有效 多线程程积极超过了K11的8945HS GIGABINC5多核12948 单核2053 多线程程积极高于K11的8945HS 稍低于MS-01的13900H GIGABINC6多核13635 单核2852 多线程程积极与MS-01的13900H几乎一样 超过了K11的8945HS CELLYBINC6223多核15989 单核20118 单核成绩接近最高 多核成绩低于13900H和8945HS CELLYBINC62024多核971 单核121 多核成绩高于13900H 低于8945HS PASSMARK多线程31133 单线程4340 多核低于13900H和8945HS 综合来看 65瓦性能发挥的13900HK 接近同是i9的13900H 也接近Ryan98945HS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1403602 CPU得分6710745 我们给i913900H 运行了OpenW测试 AS763778 XX20415451 CORMARK444768 在CORMARK成绩上 它超过了MS01的13900H 接着我们来玩游戏 英雄联盟1080P高画质 最后大团战平均150帧左右 原神1080P高画质 跑起来战斗起来 大概50多帧 这就是96EU的Iris X1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我们也让K1013900HK 测试大模型 跑贪吃蛇编程 最后结果是10.59T每秒 能跑就不错 测试DeepSeq R1-6的千问7B模型 简单问题 42.09T每秒 显示输出 HDMI接口最高支持 4K60Hz 8W RGB显示信号输出 Type-C和DP接口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 4K14Hz 8W RGB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 支持DP接口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Type-C和DP接口能够支持 4K160Hz的8W RGB显示信号输出 索尼OLED电视 连接HDMI线缆 显示输出 4K60Hz 8W RGB信号 我们来看看 Intel Ares X1核显的强项 视频解码 它最高能印解 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r 8K60帧AV1视频 照样流畅播放 出厂MVMe硬盘测试 5100兆币每秒 PCIe 4.0X4的入门水平 前置Type-C接口存储性能测试 1000兆币每秒 这是实际BPS的速度 Wi-Fi测试 这次是Intel AX201 Wi-Fi6无线网卡 跑上了830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 很好的一类 2.5G网卡我们也使用了Apple 3 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5G 跑满了带宽 这块2.5G网卡没有兼用性问题 GMK K10迷利主机 装置了13代酷睿i9 CPU 13900HK 65W的性能释放 在Windows下的功耗表现 我们列表给大家看 CPU最高功耗没有超过100W 待机最高功耗只有11.4W 120W的DC电源 轻松搞定 时温24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40度 SSD待机温度38度 都很低 这台小主机CPU满载的时候 机身噪音49分贝左右 受惠在耳边是40分贝 算按进吧 GMK K10迷利电脑 装置i9-13900HK 英特尔CPU 出厂65W的功耗释放 性能大高度和RAM9 8945HS 以及其他最强的13900H差不多 机身上有4个4K显示输出接口 机身内部有3个NVMe接口 接口是相当不错的 缺点吗 如果能取消COM口 增加一个2.5G网络接口 或者恢复PCIe插槽 就能让这台小主机更加完美 总结一下 出厂65W的性能释放 非常强悍 算是最强的13代酷睿CPU 散热静音都优秀 有4组显示输出接口 3组NVMe接口 兼容性不错 能够无工具打开机箱 更换配件 还有商业级别的外形和做工 我觉得2600元的准系统价格 在英特尔酷睿旗舰小主机中 算是有性价比了 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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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